我身體和健康已經不是屬於自己 其實是屬於整個家庭 很多時候我跟她說 其實媽媽真的辛苦你了 的時候很多媽媽就會哭 當你覺得呼吸很難 當你覺得太多壓力 你應付不到 那時候深呼吸三分鐘定下來 Hello 我叫張嘉儀 我現在已經是一位媽媽 我有兩個女兒 第一個女兒叫Leora 她現在四歲半 小女兒叫Baby Hannah 她就差不多兩歲了 其實我都做很多飯 除了久不久會拍劇 其實我自己有出一本書 所以都算是一個作家 但我大部份的時間 現在都是做一個KOL 因為我自己對玉兒方面很有興趣 由我跟Leora的時候 我都經常拍片 分享一些臭小朋友的知識 所以某程度上 都有一大部份的時間 是做這方面的事情 其實臭小朋友當然是很累 因為不單是身體的累 因為不夠睡 例如大女兒 以前小時候整天勾行 我會幫她晚上勾行 勾行一個多小時才能睡 已經很癢很累 還要餵人奶餵足兩年 然後就到懲骨 第二個小朋友 又懲骨 然後又再餵奶 其實我的身體沒有休息過 而且這麼多年都不夠睡 所以身體是很累的 除此之外 心裡的疲勞 因為會擔心她們上學 擔心她們會生病 擔心她們不吃飯 擔心她們不高 很多事情想 所以可以說是長休九十九 但我不想覺得這麼悲觀 其實是長起九十九 因為看著她們的成長 你很有滿足感 譬如你把自己的東西教給她 她做給你聽 或者你說一個字 她們重複那個字出來 你會覺得 嘩!很厲害 好像一個奇蹟一樣 其實我永遠都覺得 我在家庭方面 和工作方面 兩件事都做得不夠好 因為永遠都是有很多進步的空間 就是有時分配時間 分配得不太好 所以我老公比我強一點 就是她安排時間 比我安排得很好 她跟我說 不如我們每個星期日 安排定什麼日子 做些什麼 我們叫她做time block time block這個時間 就是給Liora 或者time block這個時間 就是給小女兒 不會覺得時間不充足 她也有建議 不如time block一個時間 我們出去一個 date night 我覺得最好 和家人有商量 什麼時間 做些什麼 大家清清楚了 就會容易去 滿足所有人的要求 其實工作和家庭 真的有一個平衡 和很講時間 生完Liora 第四個月 我拍了一部劇 當時我以為自己準備好 但原來是很不準備好 我不可以在小朋友六個月以內去做 因為當時我還在餵母語 算了而變成很難抽身 又覺得她很需要我 回到公司 晚上看著那個監視器 看到她在家裡哭 好像很需要我 那情況 我都集中不了我的工作 都記不到劇本 所以當時是覺得不準備好 小女兒我選擇我再去拍劇的時候 就是她已經一歲了 變成她大一點 可以其他人也照顧到她 還有有食固體 不是真的 全部依賴了我 那我就做得開心一點 做回事很開心 因為都照顧了這麼多年 有一點覺得自己對社會脫節了 例如別人出來說笑話 又好像不太明白別人說什麼 但好像出來做事之後 拍那部劇 就覺得追上一點 我記得有一次做事 泵奶的情況 就比較令我有一點點濡眼淚 因為那次我泵完 我以為大家都會很諒解媽媽 工作泵奶是辛苦的事情 大家都會配合 我想借用她們一個房間的雪櫃 她居然說這個房間 正是給特定的某幾個工作人員 那我就立刻 已經泵奶 待會還要回去 我已經在午餐的時間 用了一半來泵奶 只剩下10分鐘吃東西 你都說沒有雪櫃給我 我記得有一次我泵奶回來 我的飯被人收了 他們不知道 你打開飯 然後你收了一碗飯 她又不是坐在那裡 誰知道你吃還是沒吃 所以給媽媽一個提醒 首先你最好跟僱主溝通 你要做這件事 有沒有雪櫃特定的位置 可以給我擺奶呢 希望香港多些配搭 支持媽媽做這件事 因為其實真的不容易 這個付出 其實我自己喜歡照小朋友 但我也喜歡讓她看到我會工作 原因是因為我希望 她不是只看到媽媽經常在家 沒有工作的一面 可能她會覺得這是懶惰 我也不想教導她懶惰 我讓她知道我有出來工作 我會為社會做一些有貢獻的事 或者我工作是幫助人的 她會學到東西 而不是只照顧她 才是一個好媽媽 好媽媽的定義 也可以是 又做到事又照顧小朋友的媽媽 我經常跟自己說 我的身體 我的健康已經不是屬於自己 其實是屬於整個家庭 因為我要有最好的體魄 才可以照顧他們 我要有最好的健康 才可以長命 看到他們生嬰兒和結婚健康 你好 我是Janice 我是一個社工 也是兩位女兒的媽媽 大女今年8歲 小女5歲 其實我從畢業開始 就是做一個學校的社工 因為我都相信 做社工的目標 就是想令小朋友在小時候 做一個完整或健康的生活 所以我畢業就進去做小學 其實我們接觸很多很沉重的個案 其實是會影響到自己的情緒 或者自己的人生觀 那時候做學校 很強烈地提醒自己 在工作有多大的情緒 我不可以帶這件事回家 之前也試過一個案 就是小朋友在學校暈倒 然後就進入了ICU 進入很大股血腥的味道 因為小朋友要開腦 因為看到 再聞到那種味道 其實在裡面是進入了裡面 很多時候 一靜下來 其實就會回來 畫面 我試過在家裡哭 小朋友會走過來問我 你做甚麼事 你為甚麼哭 我又告訴他們 因為我有一個學生的情況 不是很好 所以我很擔心 我覺得這個是可以 讓小朋友看到的 因為另一件事 某程度上 有些情緒 我都覺得 讓小朋友知道 對他來說是一個學習 我讓他知道我有情緒 而不是我把我的情緒 發洩在他的身上 我覺得這是心教的一個表現 其實媽媽工作 我相信都可以讓小朋友 有一種責任感 因為當媽媽自己 都要上班工作的時候 其實有些事都可以 放手給小朋友 自己做 自己去嘗試 另外媽媽的工作 都是一個 我們說 role model 給小朋友都知道 其實媽媽都繼續努力 為著自己的理想 為著自己的事業去發展 這個都是教導小朋友 他們其實在心目上 都要得到一個平衡 我現在的工作 就是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我自己最主要的工作 就是做兒童及家長的工作 其實兩份工作 為何會選擇轉工 其實我想轉工很多年 因為小學工作 其實每年大致上都一樣 所以去到女兒 尤其是大女 她一兩歲的時候 我就想 我是否應該要去試一些新環境 令到自己有新的衝擊 但當時是最矛盾的 我就想 我應該要以現在這個模式 去繼續照顧著女兒 還是要去試新的 我掙扎到 又找到大學的驚訝 去談 你們有沒有經驗 就是過往的一些師姐 面對著這個環境 如何去平衡工作上的發展 和家庭的環境 他們都是說 其實看你自己這一刻 你最需要和你想一條路怎麼走 決定真的去轉變的時候 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我中間 拿了半年的無薪假 其實陪了我先生 一家人去了英國那裡 其實住了半年 在那半年 其實我們那個氣氛很好 和建立了更加親密的關係 當回到香港的時候 我就決定 我其實覺得夠了 我就覺得 那個時候 我可以去找自己的理想 在玉兒的路上 其實我一定要最感謝的是我先生 他很疼我 因為我所做的決定 我的想法 他全部都很尊重我 我和我一起去走 因為如果在照顧小朋友上面 大家有很多分歧 都很容易很多交曉 尤其是剛剛做媽媽的時候 很多不同的意見 是教我怎樣做媽媽的 但是那個時候 先生是給了一個很大的支持 他都覺得我們一起同步 去找一個共識 我們未必聽很多其他人的想法 但是用我們自己的一套 去照顧好我們的小朋友 其實之前我調職過來這邊的時候 其實同事都知道 我有兩個小朋友要照顧家庭 有時候有些新的工作要安排給我做 可能反而我的上司就會說 可能Janice就不要做著 因為她都要投花時間 照顧自己的家人 可能她會幫我擋 所以我先說了 我的工作其實都讓我體會了很多香港媽媽的生活 其實在香港做媽媽真的很艱難 因為第一 尤其是一個在職的媽媽 她們要上班 另外在家裡要照顧好自己的小朋友 然後再照顧好家庭、家庭、生物 再照顧自己 我見很多媽媽 可能他們過往是工作 但當小朋友出生後 他們真的放下工作照顧小朋友 其實那種沉重的壓力 她要覺得自己打理好成頭家 是更辛苦的 很多時候我跟她說 其實媽媽都真的辛苦你了 那時候很多媽媽就會哭 你好 我是劉思琦 我有三個小朋友 她是八歲 七歲 和四歲 在疫情之前 就在一間美國的指數公司做 在那裡做了差不多有九年時間 我以前要經過工作和家庭 當然壓力是大的 那時候不太懂得處理壓力 有時候你會覺得 小朋友病的時候 你又不可以在他身邊 或者公司要開會 你又不可以出現 那時候你覺得兩件事 都做得不好 那時候心裡會覺得內疚 其實就會覺得 好像兩方面我都給不到100% 那要怎麼辦呢 怎麼去處理呢 那是很興趣 是因為去年疫情一陣子 那我都上了一個 Live Coaching Course 那我都在那裡學到 其實不是壓力大不大的問題 而是我們怎麼去看這件事 那在2019年 差不多年尾疫情之前 那時候就跟兩個伙伴 在一起就想建立一間 corporate wellness 就想幫助多些人 就可以在工作那裡 做得舒服一點 做得開心一點 希望在工作裡面 可以找到意義 那因為入了corporate wellness 那時候呢 就有很多機會 和很多工作的媽媽接觸 就發覺那時候 那時候香港那些學校停了 很多的員工就 從家工作 就發覺其實很多工作的媽媽 那個壓力是非常之高的 那很多呢 是應付不了 那一個工作的媽媽 如果媽媽在家上班 那小朋友又在家上班 那時候呢 很多時候 很多事情都會找回媽媽的 那例如有一次 我記得去年有一次 我先生和我都在家 工作從家 那我三個小朋友 因為學校停了 那都是在家上Zoom Call的 那我們 你都知道香港的地方小的 那大家就圍著個食飯桌 那一人一個位 就在那裡上課 或者上班 那我記得那時候 很深刻的印象 我們大家做的事情 其中一個小朋友 就想不到Zoom Class K就走過來 媽媽媽媽 我電腦有問題 你可不可以幫我 那我就好 那我就過去幫他了 那接著再回來 再做我的事情 那一會呢 我另外一個大女兒 她的玩具壞了 媽媽媽媽媽 你可不可以幫我做 啊好 幫她做 接著她又回去 做完沒有了一會 熱水爐壞了 那那人姐姐又過來 Madam熱水爐壞了 那我就很深刻 一個印象 咦?很可愛 我們大家坐在這裡 但是很多事情 她都會很自然來找媽媽 那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社會的一個 unconscious bias 就是在家 或者是照顧小朋友也好 照顧家也好 很多時候 那個壓力和那個責任 是在女人身上的 那有時是我們自己 給到的壓力 有時都是周圍的人 給到我們那個 expectation 所以為什麼我覺得 是一個working mother呢 為什麼她的壓力這麼大 都是因為這裡開始的 為什麼她可以 支援工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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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flexy hours 多個work from home 因為flexy hours 就比起有一個能力 去attent to 真的有需要的 例如emergency 那些事情 那做完東西呢 她回來 還可以做回她自己的工作 這個其實是一個 最practical的request 很多working媽媽 我跟她們聊一會兒 其實就算公司給她flexy hours 不代表她工作的時間短 甚至乎她的時間是更加長的 因為她覺得 既然公司是可以這樣支持我 給我這個privilege 我一定要付出給你 我一定要做好我這件事 但是她是做得開心的 因為其實 我認識了很多working媽媽 包括我自己 我們做到一份事業做得好 那個滿足感 是很開心 我們是很願意去付出 很多時候 我們的maternity leave 只是給媽媽的 我們是值得考慮 我們為什麼 我們不要有一個 gender neutral leave 爸爸都是很想 跟那個小朋友 結納那個bond 那為什麼我們 不可以有那個 gender neutral leave 去support 爸爸也好媽媽也好 即是讓他們有些 family leave 可以給他們多些時間 去照顧小朋友 或者去跟小朋友 培養的感情 我可以分享一下一些例子 我是新加坡人 其實新加坡有一個東西 是很好的 他們是有一個child care center 那些託兒所 那他們很好的 那些託兒所 通常很多時候是在家附近 或者在公司附近 那這件事其實呢 在香港是有這個resources 其實我覺得是可以幫到很多的working媽媽的 想和你們分享就是說 沒有什麼都是自己負擔 沒有覺得這條路是自己一個人走下去的 有時候我覺得太大的pressure 有時候我會做mindfulness 我覺得這件事是很幫助 當你覺得呼吸很難 當你覺得太多壓力了 你應付不到 那時候 深呼吸三分鐘 定下來 跟自己說 我有能力 我應付到的 我都生到小朋友了 我都有個事業了 我是應付到的 我做到的 那你就放鬆 每個moment都享受 我覺得 可以給你自己最好的能力 你做到就可以了 那就去accept 和去享受我 這個最重要的了 我覺得 我覺得 每個熱門都卡 Mo 都真是有在 我心是motorp 你吧 不用藥